总共的梦想家 就 want me of you 愿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欢迎你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色新闻 今天有这个 娱乐观察家史丹利和艾利在现场 耶 我们的头衔好多 对啊 我们一直在转换斜杠身份 好不好 多元的斜杠 因为看到那个史丹利 其实有发一篇那个脸书 哦 他前面先算算帐啦 说到高雄去看 Bruno Mars花了多少钱 但是后面就写说无价 得到的快乐无价 老婆不是还被你逼着去了吗 但他很享受啊 因为Bruno Mars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是多年前在南港展览馆看过一次 唯一被那个地板吓到 但其他都完美 那个地板跟波浪一样 对对对对 我去那边看过一次 南港展览馆会这样 对对对 也是有吓到 然后那边因为可能没有居民抗议 所以大家可以跳 可是就吓到观众自己 是不是要逃生了这样 对地板在波浪5 可是那时候因为还蛮近距离 因为他不是那么大的场地 所以就可以就是看到他的魅力 他比较宽嘛对不对 对感觉比较宽 然后看完就很羡慕说 身材比较宽 不是是说舞台 然后就很羡慕说 有人就可以穿着球衣跟球鞋就上去了 对啊 就是那种棒球背心啊 感觉很舒适这样 对然后再来就说 我看到翠上面有人就留言说 请问要去哪里学 Bruno Mars那种看起来没有舞步 好像随便跳 但又跳得很帅的舞 我有问过我们老师 然后我们老师就说 他这种最难 他说你要从基本律动开始学 对我会觉得那是不是天生的律动感 对啊就跟那个Michael一样嘛 之前大家都要想学他那个什么 月球漫步啊什么45度角 可是Michael的比如说月球漫步 你会觉得他是个舞步 那可是你会觉得Bruno Mars是grooving 实在就是随性这样动一动 他也比如说你会觉得韩团跳舞很像军队 有有有有 因为招式多身体就是他们的顿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可是Bruno Mars就是那种 你自己的位置 感觉就是随着音乐 对那感觉又并不是随性的 因为可能两场都是一样的跳 跳一样的东西也不一定 那请问你们是在 你是摇滚区吗 摇滚区 那你的感觉是什么 爽啊爽啊 因为他唱得又好听 对然后那个就整个整个是一个秀啊 对啊就是然后就是Bruno Mars跟他的快乐伙伴们 就其他其他几个 就是和音还是什么之类的 乐手啊 乐手啊也很会跳 就不只很会跳 就是感觉他们虽然说是一个表演 但感觉他们就是玩得很开心啊 就乐在其中 乐在其中 然后我们就会被感染到 对对对 然后唱唱唱歌又好听 对然后跳舞又好看 那虽然说大家都说 呃这一次的舞台并没有太多的什么特效啊 职业力的特效 什么机关什么之类的 但我真的觉得这样就很够了 对啊平时立在那个 是打动个大家 是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看过这么多演唱会 就大概就知道说 每个人的卖点不一样 嗯 有些人你比如说 像我看方大同位很感动 他也就是很简单的舞台 然后他很认真的去全球找了很顶尖的乐手 嗯 去做他的那个soul啊 或去诗乐 你就会觉得哦 好好听好好听 那steam更是了 他其实就是喇叭非常的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那个呃 他的整个那个灯光其实很简单哦 他是非常简单 但但灯光都跟着节奏走 你就会觉得说 哎 真的是这个很很厉害 嗯 就是被他的音乐带动 对对 灯光很重要了 对对 对对 Bromos也是啊 那个东刚弄的真的很惨的 是 听说像是Colplay嘛 也是 看Colplay那个也是很厉害 Colplay的舞台的设计跟那些特效吗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 那些花招啦 对 比Bromos多很多啦 对 很多之外 我觉得那个也是经过各种彩排 就是他音乐到哪里 你就要蹦吧 就什么东西就要出来 你除了说会觉得说 哇 那这边好像变成一个就比如副歌的很多乐器都出来了很丰富 但是接着你的视觉 你除了听觉 视觉 整个特效的享受 你就会觉得说 哇 这个这个一直被他带着走 真的会被感动 而且其实很多细节 我记得在我也是在高雄看Colplay 然后演唱会不是都很大的球在那边打来打去吗 对 就是拍那个大气球 其实后来就是擅长之后才发现那个球都是有设计过的 都是跟整个演唱会的主题是一样的 他有那个手环 对啊 还有Colplay那个手环就已经不知道花多少钱了 对啊 那Bromos现在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他演唱会以前就宣布说什么 他还会到处爬爬爬什么去哪里玩 结果他就去了一个夜店是不是 之前就有公布了去一个夜店 对 哇塞那个人多到一个爆掉 但他就单纯就可能就是放歌跟简单唱歌 简单唱几首吧 但大家会觉得很哇就是疯掉 他可能自己想去玩吧 没事 没事自己想去玩 就顺便赚点钱 哦对对对 应该是吧 因为夜店都已经公告说是Bromos会来到他的照片啊 对啊那一定是有安排的 对啊 那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一直上演唱会吗 有有有有传闻说他赌债吗 有传闻啊这不确定 传闻 我是也是在网路上看到说他真的欠太多赌债了 然后就所以在Vegas也是铸唱了很多场 哦 然后也是世界循环 对 这是传闻 对 这不确定 没有证实 但也是我们的福气啊 他如果因为这样常常唱的话我觉得歌迷会很开心 而且常常唱声音也都没有坏掉啊 对啊 他是不是不太喝直躲 嗯 哈哈哈 我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看过很多音乐人 我本来是那个好的不得了 你说老了Key会低都没有关系 可是嗓子都喝坏了 你都觉得很可惜 哦 不能讲名字 那比如说我们知道那种疯狂的那种行径 就是比如说庆功宴 到最后比如说某歌手开演唱会玩了庆功宴 没有一个乐手老师敢去 因为那个歌手会就比如说你一来哦 比如说史丹利你来了 来先喝这个宫杯 宫杯里面是58度高粱 哎呦喂啊 或是就那种四四十五十度的白酒 好可怕哦 对就是说你先把它干完再做一下 我们在今天晚上才开始 有很好说嘛 所以他的嗓子就比较 应该是只有台湾的那个习俗比较会这样吧 国外应该不会吧 真的吗 嗯 对啊 对就没有国外有可能有的嗑药嘛 对啊有可能嗑药啊 有的比较生活淫乱嘛 对对对 对不对 那那个我觉得就会很可惜 就是我们看到真的很多很棒 很棒的歌手哇那个嗓子 真是不得了 那慢慢大家就会说他Key低 Key低我觉得老了是一定会 嗯 那有的可能颇富残啦 又必须低一点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你没有好好保养自己 嗯 那我们就要讲到就是Maroon 5 因为看了Bruno Mars之后就网路上说 Maroon 5要来就一看评论 好像都是比较两极一点 有的很爱他嘛 你们有看过吗 他的演唱会 没有 我应该有 我那天才跟剧院讨论说好像 不记得 好像有欸对啊 但是我不知道是在台湾还是在国外 对对 你看的那一场他的状况好不好 我好会问问题 应该没有不好 嗯 因为不然的话我应该会记得 不好你一定会 等一下你是不是自己先喝多了才进去 有可能 有可能对对 因为网路上也有人反应啦 就是说他呃他看到的一场是可能不是每一场啦就刚好那个人看到的一场就说呃一迟到二穿的税库出来三大走音 嗯对所以就是有些人有过不好的经验可能有些人有美好的经验就不好说但是Bruno Mars真的大推对不对大推大推真的大推就是到现在还是意犹未尽的总共花了多少钱到高雄的大概大概那个数车票 啊门票 门票嘛门票一个人三千八嗯对然后车票高铁来回三千六千一万三千六嗯对住宿你要算两个人嘛嗯对好然后住宿的话我们住的还因为那时候是已经呃买到票我才确定才订饭店哦我忘记应该要先订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饭店一个晚上啊四千五才住了两晚哦所以这九千还ok对大概在快三万多了 大家还没算吃跟喝喝是最大喝待喝了好几万哈哈哈今天跟娱乐观察家演唱会大王哈哈哈演唱会大王ok对这个来聊一聊史丹利跟艾莉来聊一聊哦那其实在台湾你们看过演唱会啊就是这些呃老外过来的有没有印象最深刻最最最喜欢哦你看过他嗯哪一年啊就是他前几年来那一次啊很久了耶大概有几年 因为他这几年都在养病啊民国还没有到百年吧对哈哈哈在哪里开啊小巨蛋啊哦真的你看到哇塞那很震撼啊我还记得是七月的时候我在接近我的生日的日期哦呦那真的很震撼吧但他就真的很准时哈哈哈哈哈哈那他就是已经变成一个低标每一版哎加拿大版江慧江慧超准时他前面有一个暖场歌手 哦哦那暖场歌手其实也蛮精彩虽然你不认识他嗯嗯但他的特色就是他会唱每一个年代的女歌手的歌而且都模仿他们唱得非常的像哈哈哈这么可爱哈哈哈然后自己也会串场嗯嗯嗯那史丽迪欧的可爱之处就是他talking也很好笑他很搞笑的人吗他非常搞笑然后你又想不到说这样一个天后怎么会那么搞笑然后这里要非常搞笑唱得又好对真的非常的他那个现场那个喇叭应该都有破掉的感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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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而且我记得那一场的票价非常的贵哦多少所以我去就觉得说环顾四周近来这一场都非复极贵 或者是对音乐的热爱对我是第三种人就是我有交到朋友哎呦你怎么太幸运了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应该是要认识一下附近的人他票价多贵我记得都要上万块哇这么贵哦嗯嗯我记得他那一场非常贵什么那个年代 就几年钱而已真的哈哈哈米酒才五块的年代哈哈哈哈厌烦耶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那种超强实力派对您完全就是去然后然后环丹娜也是啊哦环丹娜我有去看对啊厨老师后来吗那大迟到那一次吗哦对对对对对但我看的是第二天所以没有达到她达到多久我记得很久 至少一個小時以上 那時候我沒去看 但是我聽朋友在講說 小孩都要去看Justin Bieber 那才是遲到 大家已經不知道他會不會出來 然後後來出來好像只唱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朋友還是在坐月子中 開車帶小孩去 天啊 因為都是青少年要進去 對啊 那時候好像聽說他不舒服 好像Justin Bieber出來 還有點嘔吐了 那沒辦法 可能太累了 馬丹娜那場看完真的有嚇呆 也是小巨蛋 就是直接把太陽馬戲團的 對 那個這樣彈彈彈彈來彎去的 而且因為非常的近 就在那種搖滾區中的搖滾區 然後他的舞台不是都會一直動來動去 我最近有個大斜坡 他穿高跟鞋這樣爬斜坡 然後他的舞群會一直彈彈彈彈來彈去 都沒有掉下來 你就覺得他會掉到你頭上的感覺 我覺得蠻厲害的 很厲害的 但我如果印象很深刻 我想很多年前的 那叫台北體育場 就小巨蛋那邊有一個戶外 台北體育場 台北運動場 對就是那個地方 然後應該就是還沒有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他來大家都很興奮 就後來呢就發現說 好像前面好像有和聲唱了一下 就開暖場 我們就覺得沒關係有人暖場 然後他出來唱都是短短的幾首 然後就進去了 那我們想他換衣服 因為畢竟他也是個大美女 就他的和聲又出來唱了 和聲唱很好是沒錯 但是就是比例上就變成說 等一下應該是馬利亞凱莉之和聲演唱會 介紹和聲 和聲出道日 然後他出來 好像也沒換衣服 我們說 沒關係他休息一下嗎 然後他還擺了一個床墊在舞台 然後有上去滾來滾去 他本人嗎 對啊 然後我們就覺得 尖叫尖叫尖叫這樣 然後後來 就是他是間歇式的演唱會 這樣你有明白嗎 那時候我好像 就進去 對 然後進去就是和聲在唱 那時候我好像有印象 就是也有看到很多人在說 這是什麼狀況 所以是那個啦 和聲才是主戲 馬利亞凱莉是特別來賓 這樣那個概念嗎 他的和聲可能也叫馬利亞 對 他那時候的身形 已經比較豐滿了嗎 我也不確定 可能沒有特 反正你知道 他們都頭髮弄碰碰啊 然後這樣都還蠻美的 但只是 那時候就刷新了 我們對演唱會的認識 我想說 他是覺得 我們沒有看過演唱會嗎 就覺得說 有看到本人 就要偷笑的那種感覺 對 但那個時候也是 在那個戶外場地 我還記得我也看過 阿妹剛出道 那時候演唱會 阿妹剛出道演唱會 我有一場 也是在那個場地 對 還有五月天啊 那時候都會在那邊啊 你就覺得說 還蠻 怎麼講 就是說 氛圍感很好 對啊 對 那場地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很年輕啊 你知道民國一百年前嗎 嗯 騎摩托車 不用戴安全帽的時候 他屁股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講到Bruno Mars的話 你看後來 像剛剛講Maroon 5會來嘛 然後我注意到說 很多韓星都來了 嗯 比如說高雄也有 冰坦式的 對 桃園巨蛋也有 對啊 就會 我覺得台灣會真的是 但是 好像也有一個報導說 歌迷相對來說比較吃力 因為要買太多票 沒有那麼多錢 對啊 這是可以自己選擇的啦 哈哈 對啊 但你們會期待接下來誰來 就有沒有已經要搶票的 我已經我已經買的啊 但是這個 這十二月的 Image Jackin有買到票 對 在哪裡啊 在南港掌燈館 啊 地震 地震 地震館 我想聽他們的耶 對 我已經搶到 是不是已經都賣完了 應該是吧 Oh my god 對啊 然後還有呢 還有誰 然後 我沒有期待 但是因為我 那個 這個月在高雄 通通的地方 玩OK Rock啊 那個 哦 對對對 這個 這個是最近的 然後 然後 日本也是最近也有好幾組要來 對不對 真的 對有好幾組要來 欸 雨都田光誰看了 沒有 蛤 那你們還配稱大王嗎 我們是小王 不好意思 小王 小王 對啊 雨都田光 我看好像去看的人 很感動欸 然後他就說他也唱得非常好 對啊 那我那時候 我會覺得特別有感觸是 我曾經要到日本訪問他 結果我就已經都到了飯店 然後他們公司的人來道歉 說他身體不舒服 然後後來就好像他又因為 小孩的關係嘛 他的新專輯封面 我記得那時候好好笑 就小孩在後面跑 就是一個殘飲 然後他就很無奈 站在他家的走道 媽媽的那個 對 我覺得就是寫出 就是表現出來 就是說很多演藝圈的這些 就是媽媽 有時候真的因為小孩 就不得不 就停一下或是改變一下 真的很辛苦 餒 對啊 我就看到像我們常在跟幾個女歌手聚會 像Peggy啊 也是他說 我說小孩都上幼稚園你開心了 他說我現在要做專輯 我要趁他們不在的時候趕快錄 就是掐時間 我突然想到還有一個 明年二月的優雅手筆 那個誰搶的到票啊 我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已經在 已經在日本滑雪了 所以我根本沒辦法搶 他在哪唱 應該是小巨蛋吧 小巨蛋吧 上次的場地被引起了歌迷一些不開心 因為熱門太小了 對 太小了啦 小巨蛋小巨蛋 我記得小巨蛋吧 對 那那個大巨蛋呢 周杰倫 周杰倫 是不是要搶票 對 對 我覺得這個最好笑 就是常常會有相關人士 比如江慧這次 然後那個子宏老師就發 不要來找我 我沒有票 然後最好笑的是上次也是誰啊 張學友吧 然後呢就有人就說 不要找我 也是圈內人 比如製作人 或是哪一個就是幕後的人 就說不要 不要再來找我 我沒有票 然後轉發的人是誰 你知道 寬姐 借我轉一下 她也沒有票 今天我們呢 跟艾莉史丹利在聊 就是我們看過的演唱會 讓我們印象深刻的 史丹利還有 還有什麼 印象深刻的 就是你 當然有講到不好的印象 我也有一個 其實不好的印象 就是某一年 我在Fujirock看到那個 Reya Chilli Paper 對 怎麼不好了 不是很清醒嗎 對 不是很清醒 你們在期待什麼 他們 其實就是結團的風格就是這樣子 不是也不是 就是遲到ok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ok 然後上來之後 其實感覺就是 就是 就是他們 沒有靈魂的在唱歌 真的喔 對 然後 沒有嘔吐吧 我就覺得怪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後來就是中間唱到一半之後 然後那個主唱來講話的時候 喔 我好像看到一個白色的龍 欸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天啊 我就哇塞 那你那時候當下是想離開 還是說我要看他到底瘋到什麼 看他會出動 對 沒有想離開 但是就是 我還是都已經去了 那還是要看完啊 對不對 對啊 那還是要把他看完 可是像那樣子音樂季的話 票是就是入場券算 還是說每一分場還要再買票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 那算啊 就是一個大門票 就算是一個大門票 對一天就是假看啦 然後就像也有好的啊 像是我也是在Fujira 看到McQ的那個老團 然後那個已經是阿伯了 對啊 然後就是他因為唱最後一場 然後可能結束的時候 是10點11點好了 他欲罷不能欸 他唱到一點欸 他真的愛唱歌 他真的很愛唱 就一直唱 大家都覺得哇好賺到喔 對啊 真的 我覺得其實那種 哎呀像很多老團 他們自己維持的很好 像我記得那個Eagles來的時候 是在那個林口 然後太誇張 有夠遠我有去 第一首就California 對 很多人沒聽到 很多人沒聽到 他開場就唱了 他很早就唱了 你沒有想到會那麼快 就唱這首 怎麼那麼快 他沒有準備好 對 因為大家還在找停車位 對對對 因為太遠了 沒辦法 所以這種有時候就很難講 不過其實那你們去國外看演唱會的經驗呢 有沒有你是去音樂季嘛 音樂季比較多啦 我去日本看過很多日本團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天啊那個軟硬體的 合作無間真的是讓你嚇呆 你就覺得說所有工作人員對他們每一首歌都熟到不行 每一個點什麼東西要進來的特效或燈光什麼的 對 所以我在日本看的時候 我很愛坐在那個空台的上方 因為想要看人家空台怎麼弄啊 對想說怎麼那麼會空啊 可是有可能是他們都設定好了啦 有很多是反正電腦設定了 對不對 然後我是因為去看了twice的演唱會 他們又是另外一種路線 就是偶像的演唱會 就是唱幾首會跟大家下面哈拉蠻久的 然後但是很可愛 然後他們也會九個人就分開 比如說 比如說像達宏好像是就是鋼琴自彈自唱 然後崔宏是就是背一個那個吉他出來 然後有個好大的那個 好像他自己畫的兔子什麼的 然後像子瑜就是比較仙女風坐在一個月亮上面出來 然後再來是在日本看到的時候 那時候很大場在大阪的時候 其實更大的是那個神奈川吧 我們那時候沒有去 然後他們就是整個原來是有草地的場地 就整個搭上舞台跟軌道 然後他們是可以從主舞台又到對面的舞台 然後又下來跟觀眾跑到那個觀眾 好忙喔 體力要很好 體力要很好 然後他們還會拿機器自拍 自拍的話那個就連到大螢幕 大家就可以看到他們自己在玩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記得我有講過 就是他們的周邊真的是很誇張 那個我們現場買都賣完了 然後我們想到底誰在買 然後我們就問日本人說 那你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有什麼的 然後日本人說 我們在網路上都先買好了 所以現場都賣光 網路上也都還有 然後第二天又再補齊又賣光 你看他那一場大概5萬人 哇塞 你看他多少收入 多少收入 5萬人你平均我們就算一個人花三五千好了 你曾看看 很驚人 很驚人 我以為他們到現在周邊都還是現場 因為每次去日本看演唱會拍周邊 一大早就要去的 超久 超久 然後我就問我女兒就說 那個周邊他們去哪買 他說就往上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去往上買 他說媽那個要實名字要日本的地址 電話 很麻煩 對才能 那我們就去傻傻的排隊 就真的排不到 只能買一些就剩一些小包包啊什麼的 那他們還九個人分開來設計 就是子余有設計拖鞋什麼 對啊那個買下去那個真的是 而且你每一個要重新再排一次 擺明的就是要削錢 但大家必須覺得很爽 不用重排 不用重排 你排到櫃檯你就開始選 那些東西 好險 日本都會這樣啊 你要在那邊選 所以其實排很久 只是因為這樣 因為在選 大家在選 然後我又買太多 好的 非常謝謝 後面排隊的 我覺得一直有感覺到有灼熱的眼光在射我 這樣子 選快一點 好啦以上是我們這個 對這個各大演唱會的一些心得 希望大家也多多去看演唱會 可以支持這些音樂製作人 跟這些製作單位做出很精彩的演唱會 謝謝大家收聽收看 拜拜 拜拜 A-U-F-O